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传统文化中 一家行医开业则往往以玄壶之喜为贺 民间也有不少行医者在诊室悬挂葫芦当作行医的标志 而玄壶济世的典故却来源于中国古代道家的修炼故事 其内涵也不只是与行医济世有关 它还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天的认识 和对修炼文化的理解与传承 玄壶济世的故事说起来也非常有意思 对习惯于现代科学思维的人们来说 或许能为其提供另一种认知大千世界 与茫茫宇宙的思维角度和方式 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讲玄壶济世的故事 释迦牟尼佛曾讲过 一粒沙子里面有三千大千世界 就是说一粒小小的沙子里就有三千大千世界 而每个世界都像地球一样 有天、有地、有山川河流 还有像人类一样生生不息的生命和万事万物 小小的沙子里就有如此丰富的世界 那一只具有一定容量的葫芦里 又会有什么呢? 汉代有一个叫胡宫的人 关于他的身份有多种说法 北宋张军房的云集七千中说 他是孔子的学生师存 北宋礼坊太平玉兰 引三栋猪囊说 他叫谢元、丽阳人 南宋陈宝光三栋群仙路中说 胡宫浩福胡先生 关于他玄壶济世的故事 在东晋葛红的神仙传 南朝流宋时范页的厚瀚书中 都有记载 胡宫在汝南一带行医 常常背着一只葫芦 从远方来到集市上 那里的人都不认识他是谁 他行医主要是卖他那只葫芦里的药 从不允许还价 但药道病除 他卖药的时候还对患者说 吃了这个药 一定要吐出某个东西来 然后到哪一天病就好了 人们回去按照他说的做 果然一一应验 因此一传十十传百 胡宫的生意特别好 每天能收入很多钱 胡宫将卖药获得的钱 留下少数后 绝大部分都接寄给集市上贫困激动者 胡宫把他的那个葫芦 悬挂在人的屋檐底下 太阳落山后 药卖完了 湖空了 胡宫跳进湖里就看不见了 当时有一个管理集市的小官吏 叫费长房 他在楼上将集市上 胡宫卖药和跳进湖里的情景 看得一清二楚 就知道胡宫不是一般的人 定是个修道有素的人 古人大都本性纯良 敬天向道 费长房就有心任胡宫为师学道 于是费长房每天不辞辛劳地 给胡宫打扫座位前的地面 供给他吃喝 胡宫倒也不拒绝 全接受了 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费长房依然天天毕恭毕敬 不敢怠慢 也从不提什么要求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有一天 胡宫开口说话了 今天晚上等没有人时 你再到我这儿来吧 到了晚上 费长房一约前来 胡宫对费长房说 我要跳进葫芦里去了 你敢来吗 你要想进来 跟着跳进去即可 费长房就按照胡宫说的 跟着他一头跳到葫芦里去了 等到费长房一跳进去后 发现外面看起来小小的葫芦 里面竟像室外桃园一样 只见层层叠叠的亭台楼阁 珠篮画洞 楼阁后面还有缤纷的桥和七彩的红 简直是神仙世界了 别有洞天 胡宫告诉费长房说 我原本就是天上的神仙 只因为处理公事不勤快 才被贬至人间 你是个根基不错的人 才能遇到我 看到这一切 费长房赶紧磕头说 我是个身上沾满俗腻的人 能得到您的哀怜 承蒙您的教导 就幸运无比了 胡宫又说 你是个很不错的人 但不可以把这件事情 透露给别人 从湖中世界回来后 费长房便跟着胡宫学到了 费长房考验过关 胡宫有一次去掌房的楼上 对他说 我这儿有点酒 一起喝吧 酒放在楼下 掌房让仆人去拿酒 却拿不动酒壶 又来了几个人一起拿 还是纹丝不动 最后几十人一起搬 酒壶像是山一样坐落在那儿 撼动不了 没办法 只好禀告胡宫 胡宫什么话也没说 下楼了 用了一个手指头 就把酒壶提到了楼上 人们都很惊讶和佩服 胡宫和费长房一起喝酒 酒壶非常的小 只有一只拳头那么大 但里面的酒却像永远喝不完似的 一直喝到晚上也没喝完 古时学道 师父是要多次严格考验弟子的 考验不过关 可能真道就不传 胡宫边喝酒边对费长房说 我某天要走 你愿意跟我走吗 费长房心里也没啥惦念的 就是怕家人担忧 于是问胡宫 不想让家人知道 能有什么好办法吗 胡宫说 这个容易 于是拿了一条青竹竿给长房 叮嘱他 你拿着这个回家 就说自己病了 然后把这竹竿放在你平时睡觉的床上 你就悄悄地离开 费长房按照胡宫吩咐地做了 家人发现费长房病死在屋里了 尸体躺在了床上 于是痛哭着把尸体埋葬了 费长房离家后找到了胡宫 恍恍惚惚地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 突然来了一群老虎 张牙咧嘴把长房围在了中间 胡宫不知啥时不见了 老虎凶巴巴地 要咬费长房 费长房心如止水 一点不动 过了一会儿 老虎都走了 第二天 胡宫又把费长房带到一个山洞里 在山洞的上方悬着一块几丈长宽的巨石 正好对着费长房的头顶 巨石使用茅草绳子系掉着的 不知从哪里就爬出了很多蛇 撕咬那茅草绳 眼看就要咬断了 费长房一点都不在意 一会儿 胡宫来了 拍拍长房的尖头说 如子可教也 胡宫传给了长房一个封好了的福卷 说 你可以用此来召唤鬼神 可以治病消灾 长房担心不能回家 胡宫就拿出一根竹竿说 你骑着这个就能回家 长房骑上竹竿 辞别了胡宫 忽然间就像睡着了似的 一睁眼醒来 已经到家了 家人吓坏了 说他是鬼 他如实地向家人叙述了整个过程 家人到棺材那儿 把棺材打开一看 里面只有一根竹竿 于是才放下心来 相信了费长房所说的话 费长房除妖 费长房觉得自己离家 跟着胡宫出去 也就是一天的光景 可是家人说 他离世已经一年了 他把骑着的那根竹竿 扔到竹竿里的时候 发现那不是一根竹竿 而是一条青龙 然后青龙自己走了 费长房回到家后 经常行善事 帮人除妖治病 治病时手道病除 没有不好的 他有时跟人谈话的时候 说着说着就冲着那人 赤骂起来 但神态和眼光 似乎又不是针对着那人 去骂的 后来他解释说 我那时是对着那人 身后的鬼发怒呢 神奇的倒数 费长房后来去了东海 当时东海遭遇了三年大旱 他对其语的人们说 主管东海的神东海君 之前对葛碑君夫人动了一念 我把他关起来了 准备诉讼他 没想到后来把这事给忘了 导致汉情萌发 我现在就赦免他 让他下雨 即刻便会有雨了 费长房的倒数神奇得很 他能把绵延几千里的山脉 收缩起来 放在人们的眼前 满如现代的微缩盆景地形图一样 清清楚楚 如果想复原 山脉就又复归 舒展成原来的实际面貌 好了 听众朋友 故事讲完了 今天的节目也结束了 西语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节目我们再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